你好,我是刘老师。 上一次课我们学的是考试的第一个部分,听一段话。 今天我们开始学考试的第二部分,听采访。 今天是听采访的第一次课。 现在我们开始。 听力第二部分,听采访一共有十五道题。 这一部分呢,一共有三段长的录音。 每一段录音都是一个采访。 在每个采访录音的后面呢,都有五个问题。 那么今天呢,我们要讲的是第一个好点与难点。 就是采访结构和谈话思路。 这个采访就是一种对话。 但是在采访与日常生活中的对话是有些不同的。 采访有一定的结构特点。 采访者是根据自己的采访意图来提问的。 而被采访的人呢,因为是边想边说,所以他的谈话中有时候会有一些重复,补充说明、解释等等。 那么怎么样在这样的谈话当中抓住需要的信息,答对题目,这个呢是一个考点。 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吧。 大家可以把这个五个选项先看一下。 好,下面我们来听。 第26到30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。 各位听众大家好,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少年报的知心姐姐卢琴,请她谈谈在未成年人教育方面的心得体会。 请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教育工作的?又是什么让您能够一直在教育工作上探索呢? 我到少年报工作已经有29年了,我从小就想当知心姐姐。 因为我是从小看着少年报长大的,当时有一个栏目叫做知心姐姐,我就悄悄给知心姐姐写了一封信,知心姐姐给我回了信,于是我就有了很大的成就感。 后来,我自己就想当知心姐姐了。 您特别的幸运,因为您实现了自己的理想。 您觉得读懂孩子需要什么? 那就是爱孩子。当你从内心里爱这个孩子的时候,你的脸上就有爱的微笑,你的语言里面就有爱的激励。 于是孩子就会发现你的这双眼睛爱他,他就会把心交给你。 现在五到七岁的孩子中有很多问题孩子,这让家长们比较苦恼。该如何在这个特殊阶段教育孩子呢? 最重要的就是培养孩子的自信。 在这个阶段的孩子,都需要家长发现他好的那一面,得到肯定。 比如说,我自己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画画。 每次给妈妈看,她都说,你画得太好了。 我姐姐夸我真是画画的天才,所以我就特别热爱画画。 后来,我上学以后,老师也把黑板报交给了我。 我从一年级一直画到初中。 有些家长越是在人多的时候,越是会和别人说自己的孩子不好。 我很困惑,这些家长是什么心理呢? 这种情况比较普遍。 很多家长愿意当着别人的面说孩子的不好。 这个时候可能是因为他总对自己的孩子期望值很高。 如果这个孩子本身有一点毛病,他就会把这个毛病看得比天还大。 这就会进入一种恶性循环。 看来教育孩子的确有不少学问,我们每一个家长都得好好学习呀。 26.女的为什么想当知心姐姐? 27.女的觉得读懂孩子需要什么? 28.女的讲自己画画的经历是为了说明什么? 29.为什么有些家长当着别人的面批评孩子? 29.为什么有些家长当着别人的面批评孩子? 30.关于女的,可以知道什么? 好,下面我们来看一下。 26.女的为什么想当知心姐姐? 这个答案应该是D,曾从中得到过鼓励。 27.女的觉得读懂孩子需要什么? 这个答案应该是C,对孩子有爱心。 28.女的讲自己画画的经历是为了说明什么? 29.为什么有些家长当着别人的面批评孩子? 这个答案应该是D,对孩子期望值太高。 30.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? 30.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? 30.答案应该是C,在少年报工作。 30.好,那么下面呢,我们就来讲,呃,第一个考试技巧。 从记者的介绍和问题入手。 呃,采访的开头,经常有一段记者的开场白,一般是对被采访人呃的一个简要的介绍。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,这个呢,能够使我们对被采访人的身份和这个采访的主题有一个大致的了解。 呃,然后接着呢,要去注意听记者的问题。 去猜想被采访人可能会怎么回答这个这个问题。 通过记者的问题去摸采访人的思路,掌握他的中心论点。 比如说,在这个例子当中,记者一开场就说,各位听众大家好,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少年报的知心姐姐卢秦,请她谈谈在未成年人教育方面的心得体会。 那么这一段话首先呢,就介绍了被采访人的身份和采访的主题。 这个呢,不仅就是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整个这个采访,而且呢,实际上呢,直接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回答那个第30个问题。 就是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,就是她是在少年报工作的。 嗯,那么我们来下面来看一看。 就是,嗯,这一段采访一共问了五个问题。 其中实际上有三个问题,都是记者问采访人的问题。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吧,那个第26个问题,女的为什么想当知心姐姐。 这个在采访当中,这个记者就是问,她说,请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教育工作的? 又是什么让您能够一直在教育工作上探索呢? 所以这两个实际上是一样的。 啊,实际上是一样的。 我们再来看这个,嗯,第27个。 女的觉得读懂孩子需要什么? 那么在采访当中,那个记者问的是,您觉得读懂孩子需要什么? 这个是完全一样。 啊,这完全一样。 嗯,二十九,那个二十九要提。 为什么有些家长当着别人的面批评孩子? 这个在采访当中,那个记者问的是,嗯,有些家长越是在人多的时候, 越是会和别人说自己的孩子不好。 我很困惑。 如果这些家长是什么心理呢? 嗯,这个呢,用的这个问题的句子不一样。 但是实际上问的是同样的问题。 所以呢,我们如果是这个,特别注意听这个记者的问题。 跟着记者的问题来注意听这个被采访人是怎么回答的。 实际上,这些问题的答案也就能知道了。 那个,呃,由于这个记者的那个介绍和问题呢,它是事先准备好的。 是吧,一般说的很清楚。 所以呢,就是我们听这个采访的录音,虽然说它比较长。 但是实际上呢,如果你抓住了这个记者的介绍和问题,应该是比较容易懂的。 第二个考试技巧是抓住被采访人的思路。 由于被采访人是边想边说的,仍然保留着一些自然语言的特点。 自然语言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话。 所以呢,可能有些词句呢,听不懂,或者听不清楚。 但是这个不要紧。 因为被采访人想要表达的意思,一般是比较清楚的。 所以呢,只要抓住了被采访人的思路。 即使有个别的词句,听不懂也没关系。 比如说,在刚才那一段采访当中。 这个那个被采访人卢秦说了这样一段话。 他说,这种情况比较普遍。 很多家长愿意当着别人的面,说孩子的不好。 这个时候可能是因为他总对自己的孩子期望值很高。 如果这个孩子本身有一点毛病,他就会把这个毛病看得比天还大。 这就会进入一种恶性循环。 那么在这段话当中呢,有一个词恶性循环,这是一个比较难的词。 那么有些考生就可能不懂。 但是不懂是没关系的。 因为他这个题目并不是要考这个词。 所以呢,你只要抓住了这段话的主要的意思,你就能答对。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和选项。 这个题目是,为什么有些家长当着别人的面批评孩子。 A,表示谦虚。B,激励孩子。C,孩子表现太差。D,对孩子期望值太高。 在这里并没有出现那个非常难的词。 所以只要抓住了他刚才回答当中的主要的意思。 抓住了就是对孩子期望值太高这一点,就能回答对。 所以这个呢,就是我们的第二考试技巧。 就是说由于他采访这一部分主要要考的,不是这个对个别词句的理解。 而是要考这个说话人要表达的观点。 所以有个别词听不懂也没关系。 好,下面呢,我们就来练习一下。 请你听一段采访,然后做五个题,看看你做的对不对。 大家可以先把这个选项看一下。 第一道五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。 听众朋友们,你听过下面这样的历史课吗? 我和你是哥们,你居然在皇帝面前说我坏话。 朝廷派人去查吴王,也没有发现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吗? 这样的历史课尽量不用专业术语和文言,而是以现代语言讲古代生活,非常通俗易懂。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就是用这种手法将汉代的历史生动地讲述出来。 易中天主讲的《汉代风云人物》是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中的一个很有人气的节目。 近期,他的讲稿也将正式出版,记者采访了易中天教授。 易教授,有人认为您应该专门讲讲历史学家司马迁,但您却没讲,为什么? 我曾经说过,我们可以没有汉武帝,但不能没有司马迁。 司马迁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。 但是司马迁又不是适合百家讲坛来讲述的人物。 因为这个节目面对的是广大的电视观众,挑选人物的时候就要偏重于戏剧性,而不是从一个人物的学术分量的角度来判断的。 听说电视剧司马迁的收视率就不理想,所以说一个人物重要,但不一定讲出来好听。 汉代对中国人影响深远。您认为汉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? 我认为汉代是我们民族的一个上升阶段。前面是春秋战国,是我们民族思想最活跃的黄金时代。春秋战国就相当于西方的古希腊时代。 接下来的汉代是我们民族的成年期。这个时期,一方面有青少年的青春活力,另一方面又开始走向成熟,在哲学上思考宇宙人生,政治上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制度。 在这个节目中,您特别介绍了韩信、项羽等几位悲剧人物。您认为,他们在政治上的失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? 这些人物的失败并不只是由于社会的原因,还要看到他们人格上的缺陷。比如说韩信,他的重要的问题就是不彻底。 他对刘邦有忠诚的一面,却没有忠诚到底成为一个忠臣,也有反叛的一面。 但是没有成为一个彻底的反贼。这与他人格的缺陷有关。 项羽是匹夫之勇,也是一大缺陷,但他是一个本色英雄,得到后人很多的同情。 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告诉大家,项羽不仅有值得同情、值得喜欢的一面,他也是有缺陷的。 现在我要做的事情就是纠正以往评论历史人物的一个误区。就是一说到某个人物,这个人是君子,那个人是小人,完全把人物脸谱化。其实每个历史人物都是很复杂的。 一,关于易教授,我们知道什么? 二,易教授为什么没有专门讲司马迁。 三,易教授认为,汉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。 四,对于几位悲剧人物,易教授强调他们什么? 五,易教授认为,以往评价历史人物的误区是什么? 好,下面我们来看一下。 第一题,关于易教授我们知道什么?答案应该是D,会通俗的讲历史。 第二题,易教授为什么没有专门讲司马迁?答案应该是C,他戏剧性不太强。 第三题。 第三题,易教授认为,汉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?答案应该是A,是走向成熟的时代。 因为这个对话当中他说是我们民族开始走向成熟期。 那么这个所以是走向成熟的时代。 四,对于几位悲剧人物,易教授强调他们什么?答案应该是B,有人格上的缺陷。 五,易教授认为以往评价历史人物的误区是什么?答案应该是B,把历史人物简单化。 这个怎么样?你做对了吗? 好,下面我们就来小结一下。 嗯,今天我们学的主要的考点与难点是采访结构和谈话思路。 那么主要的应试技巧有两个,第一个是从记者的介绍和问题入手。 第二个是抓住被采访人的思路。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听采访的第一部分。 下课以后还有几个问题,大家可以做一下。 好,再见。 。